感恩你的陪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是 让消极的刺激最小化,控制刺激法 来找我的患者提到的最多的症状就是失眠 可能读者中也有很多人正在遭受着失眠的折磨 所以接下来我将介绍如何把前面学习的 刺激到习惯情绪这一模式应用到缓解失眠中 可能有的人会想,为什么在讲情绪习惯的时候突然讲失眠呢? 当然失眠并不是一种情绪,但因为失眠而痛苦的人 大部分都会在睡不着的时候饱受不安、担心、抑郁等情绪的折磨 也就是说,失眠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果原本应该睡眠的时间被担心、杂乱的想法、不安等占据了 即原本应该是床到睡眠这样的公式 变成了床到不安杂乱的想法这样的情绪习惯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失眠的人很难从消极的情绪习惯中摆脱出来 当然也可以利用想象的这种方法 想象自己舒舒服服地睡着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控制刺激法更有效 我们在床上并不仅仅是睡觉 还会做很多其他活动 失眠的人更是如此 睡不着的时候会不停地翻来覆去 满脑子都是苦恼和担心 有时候会躺着玩好几个小时的手机 有时候则会回想白天发生的事 或者好几年前发生过的事 虽然失眠的人最希望躺在床上就可以睡着 但实际上躺在床上想其他事情 担心的时间要比睡觉的时间多很多 大脑绝不会错过这一点 想要把平时做过的事情习惯化 让我们习以为常的大脑工作原理再次发挥作用 我们就这样形成了失眠的习惯 大脑会悄悄地告诉我们 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应该睡觉而应该担心 床是一个玩手机胡思乱想的地方 如果养成了这些不良习惯 就会发生非常讽刺的事情 一旦躺到床上就会变得非常清醒 不停地翻来覆去 那么失眠习惯就被强化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经常被失眠折磨的人来医院检查的时候 都会接受失眠检查 为了找出睡不着的原因 他们要在医院准备好的床上一边睡觉 一边进行各种检查 有趣的是 有一些在家里睡不着的人 在医院准备的床上却能够顺利入睡 也有一些人在家里睡不着 但在电影院里却能睡着 那是因为他们与医院的床和电影院的座位 并没有形成不良睡眠习惯的关系 所以不会产生抵触 很快就能入睡 这是让人多么无奈的一件事啊 越睡不着 在床上躺的时间就会越长 那床床渐渐地就会变成睡不着觉的地方 因此为了克服失眠 就必须控制刺激 所谓的控制刺激 就是指适当地减少床这个刺激 床对应的应该是睡觉 但对于那些备受失眠折磨的人来说 床这个刺激就变得没有太大意义了 所以才会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 必须要让自己的大脑记住 床这个刺激是为了睡觉而存在的 白天躺在床上看电视 胡思乱想 这些情况发生的次数越多 大脑就越难把床这个刺激和睡眠联系起来 简单地说 所谓克服失眠的控制刺激法 就是即使睡不着 也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 或者是做一些与睡觉无关的事 首先 白天绝对不要躺在床上 必须要让大脑认识到 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不要在床上看书或者吃饭 而且不要因为到了要睡觉的时间 就一定要躺在床上 到了睡觉时间 把灯光调暗 然后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 静静地听音乐 当感到困的时候立即躺到床上 让身体以最舒服的姿态入睡 如果过了三十分钟还是睡不着 就必须从床上起来 重新坐在舒服的椅子上 在叫暗的灯光下 读枯燥无味的书 听无聊的音乐 或者进行覆视呼吸 当睡一席来时 再躺到床上 如果过了三十分钟还是睡不着 再从床上起来 不停地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自己在三十分钟之内睡着为止 一晚上都睡不着怎么办 我在说明这个方法的时候 大部分患者都会一脸诧异地问我 就算努力地躺在床上都睡不着 竟然还让他们不停地从床上起来 所以他们很担心 其实按照这个方法做的话 前一段时间确实不如以前睡得多 这是一个消除以前睡眠习惯的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新的习惯 实施了控制刺激法之后 即使一两天都没有睡着也没关系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今天睡个好觉 而是为了克服慢性失眠 养成新的睡眠习惯 只要在心里想 即使今天没有睡好也没关系 大部分人心里都会变得舒服一些 都会稍微睡一会儿 睡觉时突然醒了也一样 如果努力地想要继续睡 但三十分钟后依然没有睡着 也必须从床上起来 很多人醒来后为了重新入睡 会不停地在床上翻来覆去 其实半夜醒了之后 从床上起来 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为了克服失眠 就必须战胜这份痛苦 必须从床上起来 然后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做 通过控制刺激法 一点点增加在床上睡觉的时间 减少在床上不安辗转反侧的时间 那么床到睡眠 这个习惯就会越来越稳固 那些因为失眠 吃安眠药的人也一样 不管吃不吃药 最根本的是养成躺在床上 三十分钟之内睡着的习惯 有很多人吃完安眠药后 会立即躺在床上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睁着眼睛 或者不停地担心各种事情 这种习惯非常不好 那些必须依靠安眠药 才能入睡的人 也应该为切断药物依赖做准备 吃完安眠药后 慢慢地闭上眼睛 产生睡意的时候 再躺到床上 绝对不要在床上翻来覆去 三十分钟以上 产生睡意的时候 再去床上睡觉 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要求 才能缓解失眠 你还在羡慕那些 一躺下就睡着的人吗 通过练习 你也可以变成那样的人 今天的分感恩你的陪伴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 寻找积极情绪的 情绪转换器 大家有没有过 在特定的情况下 心情变好的经历呢 大家小时候 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感到不安时 哪怕是从很远的地方 传来妈妈的声音 就会立即安心 有人曾经告诉我 当非常生气或者悲伤的时候 只要去自己经常去的教堂 内心就会变得非常平静 这样的特定刺激和情况 有时候也会与舒适 幸福 满足等情绪伴随出现 我的一位患者说 每当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听一首叫 我没关系的歌曲 他听完这首歌之后 心情就会好很多 而且还会获得勇气 某些情况或者刺激 也会带来积极的情绪或者想法 并且渐渐地形成习惯 这将非常有用 而且有时候还会发挥强大的力量 我们的不安或抑郁 可能瞬间变好吗 有人可能会怀疑 不对 应该说 更多的人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反过来看 我们的心情会瞬间变差吗 大家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 肯定有那么一次经历 本来很好的心情 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变差 比如原本很好的心情 会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突然变差 甚至是非常生气 是的 情绪有时候会慢慢地发生变化 但有时候也会突然变化 同样原本很差的心情 也会因为某件事而突然变好 也就是说 特定的情况 可能会带来瞬间的情绪变化 那些被无视后感到愤怒的人 如果感到被别人无视 即使心情原本很好 也会不自觉地发火 各种情况下的条件化情绪 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拥有可以在瞬间改变心情的能力 这就是情绪习惯的可怕之处 现在让我们朝着 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来利用这种力量吧 也就是说 如果把遇到特定刺激 产生的积极情绪习惯化 那么心情不好 不安或恐惧的时候 都可以利用特定的刺激 让心情瞬间变好 瞬间恢复平静和自信 像这样可以引起积极情绪的情况或刺激 被称为情绪转换器 制作情绪转换器 最好把三个要素混合起来 以复合的方式制作这种情绪转换器 第一要素 大脑中的形象 第二要素 语言刺激 第三要素 身体感觉 当把这三种要素 混合起来时 大脑形成习惯的速度 要比只有一种时 快很多 也就是说 把这三种要素 变成特定的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制作 情绪转换器的第一个要素 形象 想一想自己想去 或者是自己去过的 让自己心情舒畅的地方 即使不是实际存在的地方 也没关系 制作一个自己去了之后 就会心情舒畅的地方 既可以想象美丽的海边 也可以想象幽静的临间小道 除此之外 湖泊 草原 也都可以 想象一个自己去了之后 身心都变得舒畅的地方 然后想象拍了一张 最能够代表 那个地方的照片 如果是树林里的话 在大脑中想象一下 最能代表 那个森林的样子是什么 把那个形象 珍藏在脑海当中 时不时地回想 渐渐地熟悉那个形象 这样 情绪转换器的 第一个要素就完成了 然后再让我们来制作 转换器的第二个要素 语言 大家看过电影《老千》吗 看了《老千》就会发现 主人公每一道做决定时 就会一边洗牌 一边念咒语 阿苏拉巴巴塔 这个咒语看似毫无意义 但对主人公来说 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念这个咒语的瞬间 主人公会获得 从没有过的自信和力量 我们也给自己 设定一个这样的咒语吧 任何话语都可以 只要自己觉得就可以 舒服 有自信 我变了等 都是经常使用的咒语 自己选择的咒语 就是情绪转换器的第二个要素 最后要利用身体的感觉 最好的方法就是复视呼吸 复视呼吸不会通过一两次练习就可以熟悉 坚持练习一两个月才会变得非常自然 首先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子上 或者以最舒服的姿势躺在床上 把一只手放在胸口 另外一只手放在腹部 然后用放在胸口的手来确定自己 不是通过胸部来呼吸的 人们在紧张的状态下一般都想用胸部呼吸 最后尽量让放在胸口的手保持静止 让放在腹部的手感到上下起伏 虽然尽可能缓慢的呼吸比较好 但开始时没有必要强迫自己这样做 可以先按照平时的呼吸速度进行复视呼吸 这个时候想一想用作转换器的舒适场景 如果无法集中在场景中 或在脑海中闪现出形象之前 先把注意力集中地放在腹部的手上 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感到温暖 腹部的起伏等身体的感觉上 将会对清除杂念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腹式呼吸可以缓解我们的紧张感 让身体变得舒适 还可以安定交感神经 身体舒适安定的感觉 将会成为让人内心舒适 心情变好的情绪转换器 现在把这三个要素组合起来 完成情绪转换器吧 每天至少确定一个时间 大概需要二十分钟 选择一个舒适的场所 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进行复视呼吸 同时在脑海中回想一下 像照片一样记住的形象 想象自己去了那个地方 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平静安定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时地念一下自己的咒语 在这个过程中想象越生动 那个地方的声音感觉气味就越真实 心情就会越好 重要的是不要一整天都在集中做这样的练习 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练习 哪怕是每天只练习很短的时间也没关系 坚持不懈地重复同一个习惯 那个习惯就会更加稳固 通过这个过程将会形成 情绪转换器 心情愉快的习惯 形成习惯后 像练习时一样 一边想象脑海中的场景 一边念咒语 进行复视呼吸 转换器就会打开 心情就会很舒畅 心情很差或者生气的时候 请打开自己的情绪转换器 这将会对转换心情起到很大帮助作用 请大家不要忘记 情绪不仅可以瞬间变差 也可以瞬间变好 请大家相信 如果打开转换器 一定可以变成与之前的自己不一样的人 就像柔弱害羞的克拉克 摘掉一边